大S和前夫汪小菲的恩恩怨怨 最近闹得不可开交 炮火当然也烧到 现任老公聚军夜身上 将然大动作指控 大S还没办妥临婚前 就已经和旧情人暗通款取 虽然大S发文反驳 维持或斩断十年婚姻很难 本人没力气也懒得出轨 但后来又有网友就找到 聚军夜2018年12月到台湾的照片 并猜测当时他应该就是来找大S 之后还说他因为心虚删掉贴文 针对这样没根据的传言 聚军夜终于不忍了 首度在社群发声 他用英文写下 禁止造谣 并附上多张当时到台湾的贴文 证明自己是清清白白 而且根本就没有删除 到台湾的原因也是为了表演 不像谣言所说 是来密会大S 网友在看到发文后也留言 自己的女人自己保护 欧巴真是太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